虽然近期国内新冠状肺炎疫情较趋缓 但校园防疫依然不可忽视 对此日前民间商同纪会及先议员陈翰丽 也募集了消毒酒精 全能给民间商各国东小学 盘提供校园足够的防疫资源 国际总会今年的终止目标 就是点亮儿童未来 所以基于这点终止 我们民间国际同纪会 特别发挥爱心 募款各位费兄费姐的经费 来赞助各国中小学的防疫物资酒精 因为我们收到资讯 说学校的部分很需要酒精 所以我们号召了我们同纪会的会员 共同来募集资金 然后来做校园酒精监证的活动 希望我们校园有一个干净无堵的环境 让学生可以安心的学习 安心的成长 民间国小教掌会长表示 相当感谢民间同纪会及成员 对于校园防疫的重视 期盼借由这些防疫物资 能够提供安全无毒的校园环境 非常感谢民间国际统计会 还有陈汉利议员 来热心捐赠酒精 然后让我们学校可以落实防疫 然后让我们的物资比较充裕 先远陈汉利则表示 民间国小总共有24个班级 一个月需使用到60公升的酒精 在收到资讯后 也一起与民间同纪会 来募集总共20箱的酒精 期盼提供他们足够的消毒酒精 到这个时候疫情比较趋缓 可是问题是 我们防疫还是要每天都要做 那尤其是酒精这个 是每一天都需要的消耗品 那民间国小 这个家长会长非常用心 因为他说民间国小 总共有24个班级 那一个月要用到60公升的酒精 那许多的这些家长会的委员 非常用心 可是问题是没有办法 这样长时间来资助 就把这个讯息讲了出来 那让我们民间同纪会知道了以后 我们就捐赠了总共20箱的酒精 那希望说给这些民间各国中小 在防疫上有更多的酒精来使用 为落实校园防疫 不管在教室 各学习场域等 消毒酒精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期许借由陈议员 与民间同纪会的捐赠 能够让校园防疫工作更加落实 保护全体失神的健康 记得中文区民间采访报道